巴克莱半导体分析师陆行知识认为 接下来在联发科、苹果的新iPhone 还有新款游戏机 包含微软跟Sony新游戏机的硬注之下 台积电10月初将会有极单报道 届时产能利用率 渴望从目前的七成提高到85%以上 台积电第四季欲乱流 市场推估第四季产能利用率不到八成 但是巴克莱证券半导体首席分析师陆行知 出具最新的报告 强调在苹果iPhone 5S以及5C 联发科手机晶片短缺 以及游戏机Xbox以及PS4等加持下 台积电10月份将涌入极单 使得台积电第四季产能利用率将达到85%到90% 表现优于预期 这是台积电法说会看淡第四季之后 外资圈率先翻多 陆行之力挺台积电 而且目标价维持128元 对外界关切高通转单格罗方德 陆行之分析对台积电第四季的营收影响只有2%到3% 只是根据半导体设备厂表示 台积电已经决定在第四季进行暖停机 也通知28奈米相关前端设备供应商暂停出货 业界推估台积电第四季28奈米减产的幅度 可能达到三成之多 除此之外 7月份北美半导体BB值下滑到1 虽然连续7个月在1之上 但是半导体设备大厂应用材料已经预告 计刃代工下半年投资减缓 可以预期BB值将会走弱 产业短期将会进入库存调整的阶段 东才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